自扣毛基整合剪剎毛试验装置 我们的作品名称是 自扣毛基整合剪剎毛试验装置 接下来由我来介绍我们的研究动机 我们设计的装置可以让抛毛任务更加安全 降低丢毛事故发生的几率 自扣毛基可以配合剪剎毛下沉的速度 给予适当的放线转速 剪剎毛因内部节油片的设计 可以在下沉时造成流通阻力 使毛达到自动剪剎红能 接下来介绍我们的3D绘图还有列印过程 这张为我们实验机台的3D绘制图 这张图片为我们的创新设计 剪剎毛的设计与理念 由构建一可知 剪剎毛因海水流进内部节流片 而造成流通阻力 使毛达自动剪剎效果 使毛达自动剪剎效果 是长臂状态 REV为逆转按钮 当我们要抛锚时切向正转 按下FWD 马达正转 MCF呈现自保持 若发生紧急事故时 则按下EMSB 可立即停止运转 R可以调整毛基的放线转速 当我们要收毛时切向逆转 按下REV 马达逆转 MCR呈现自保持 接下来由我来介绍装置各部位名称 这台是PLC 这个是控制按钮 这一侧为实验组 是自控毛机整合剪剎毛 这一侧为对照组 是重力跑毛方式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次泡毛实验给大家看 从刚才的实验可以发现 使用传统泡毛方式的对照组 毛下沉的速度非常快 就有可能会发生丢毛事故 由实验组可知 自控毛机整合剪剎毛的抛毛过程 较对照组更为平稳 可避免发生丢毛事故 接下来由我来做最后的结论说明 综合全部的实验 综合全部的实验我们发现四片截流片的剪剎毛 无论是在深水还是浅水 都有更好的截流效果 再配合自控毛机适当的放线转速 可使抛毛过程更为安全 在未来我们希望把剪剎毛内部的截流片 调整为可拆装式的 并匹配自控毛机的放线转速 可因应世界各国不同毛破地海域深浅 及风浪变化而做出调整 以上是自控毛机整合检查毛试验装置的结论 谢谢大家